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248章 独占真狐 一道迅疾的光芒射向了奔袍中的少傅 少傅眼神涣散又是重伤在身 竟然不知躲闪 或者说他想要躲闪亦是无能为力 莫无忌抬手就是一道剑气射出来 那道射向少傅背后的光芒被剑气一击 直接溃散开来 莫无忌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心说这无形剑法剂 简直和六脉神剑一样 无影无形 可惜这里是修真大路 无形剑气听起来很威风 但是事实上的威力 反不如他的雷系法剂威力大 除非他能够让无形剑气直接划破空间 一想到让无形剑气划破空间 莫无忌的心里就是再也无法忍住这种冲动 他恨不能马上去闭关钻眼 而此时少傅已经走到了进前 多谢救命之恩 他说话的声音带着嘶哑 整个人也是摇摇晃晃 荣和手快赶紧掺住了少傅 那名追杀少傅的黑衣男子已经来到了进前 他并没有立即动手 目光从莫无忌身上扫了一下 瘀气颇有些阴沉 若非莫无忌那手无形剑 让他有些怀疑莫无忌的真实修为 他早就动手了 他一个真狐镜的强者 岂能惧怕几名袁丹修士 莫无忌并没有第一时间 拿出疗伤丹药给少傅 而是走向了庞奇三人 庞兄 你的意思呢 这追杀来的家伙是一个真狐出妻 莫无忌根本就不惧 他之所以这样问 是想要知道庞奇三人的想法 若是庞奇觉得这件事情不宜插手 他立即就会和庞奇几人分开 哪怕这少傅是故意结善缘 给了他们每人一枚进入星空战场的牌子 这对莫无忌来说 那也是一种恩情 无论是大恩小恩都是一样 庞奇是哈哈一笑 毫不犹豫地说 哈哈 我既然收了楚夫人的恩惠 就算是真狐镜又如何 我还被虚神镜追杀过呢 这追杀少傅的黑衣男子 身上气势惊人 庞奇惊艳老道 一看就知道对方乃真狐强者 雄星藤和莫无忌 往庞奇身边一站 荣和则扶着那少傅退后了几步 莫无忌摆了摆手 直接抓住天机棍走到了最前面 还请庞兄为我押阵 真狐镜 我倒是想看看 比我强多少 莫无忌虽然杀过一个真狐镜 甚至杀过虚神和真神镜 但那都算不上他的实力 现在他原单十二层 只差一步便可跨入真狐镜 他想要知道 自己和真狐镜到底相差多少 庞奇看见莫无忌单独上前 眼中惊异一伤而视 随即便对雄星藤说 星藤 我们两人站在两侧 一旦莫凶烈士 我们同时出手 好 雄星藤直接抓出了一柄锯锤 别看他身材最是矮小 用的武器倒是最为夸张 这真狐镜修士 看见自己没能吓住莫无忌击人 更是不再废话 两片刀芒捐向莫无忌 真狐镜的修士 金丹已经碎裂 形成了元气大壶 再强大的圆丹修士 金丹元力也没办法和元气大壶相比 圆丹修士的元力从异点爆发 而真狐镜修士的元力 则是真正的铺天盖地而来 这真狐镜修士的两片刀芒 看起来并不比一般的元丹修士强多少 只有身处其中的莫无忌才知道 自己周围的空间全都是对方的元力场 这种元力场的束缚 对元丹修士来说是致命的 元丹修士的元力再浑厚 也无法在仓促之间 争夺真狐镜修士的元力场 正因为如此 真狐镜修士一般情况下 可以描杀元丹修士 这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 却是跨越一个层次的差距 可惜的是 这真狐修士碰见的是墨无忌 墨无忌还是元丹十二层 它体内根本就没有金丹 虽说体内没有真狐 但是却又形成一片紫云气息 在这真狐镜修士的元力场铺天盖地 碾压过来的同时 墨无忌的紫气瞬间爆发 一百零二条脉络 同时鼓动元力 那样的强度 绝非元丹修士能够办到 狂暴的元气和元力场轰在一处 漫天爆裂 周围的碎石沙地 被轰得是一片飞扬 当的一声 天机棍扫在了两片劈来的刀芒之上 光芒似箭 看起来很简单 只要用天机棍挡住刀芒即可 但那真狐镜修士却清楚 如果不能在他的元力场下自由行动 想要挡住他的刀芒 等同于痴人说梦 两人真正的对决 不是天机棍和刀芒的对决 而是元力场和元力的对决 元力场被墨无忌的紫云力量撕开 墨无忌整个人都没有半点束缚 天机棍更是带起了一道棍影 轰向了这真狐镜修士的头顶 你也是真狐 这真狐修士心中狂震 他万万没想到 墨无忌居然是真狐镜强者 修士修炼到一定的程度 哪怕对方有隐匿功法在身 他看不破对方的修为 但只要对方的实力比他低 他也能隐约感受到 对方的实力在什么程度 之前这真狐镜修士 看不出墨无忌的真正实力 他却能感觉到 墨无忌的实力应该在真狐镜之下 可现在的墨无忌却轻松破去了他的真狐原力场 然后反击回来 这让他瞬间知道自己看错了 对方应该是真狐镜强者 长刀再次幻化成了一条刀红和墨无忌的天机棍撞在了一处 碰了一声 周围发出了一阵阵的震产 强大的原力反噬回来 让墨无忌不由自主地退后了数目 你 你竟然不是真狐镜修士并不比墨无忌好多少 他退后的甚至更多 此刻他满脸震撼 如果墨无忌是真狐镜 他反而不觉得惊骇 可墨无忌不是真狐 一个圆丹镜修士能和他打成这样 这简直太害人听闻了 刚才墨无忌表现的原力雄厚宏大 显然根本不是真狐的原力爆发 绝对不能让这人活下去 这真狐镜修士想到这儿 转身就要走 他不让墨无忌活下去 不是他要对付墨无忌 而是他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上面的人 和墨无忌对决几招 他已经知道自己杀不掉对方了 在这儿出现了一个逆天的圆丹修士 一旦这圆丹修士成长起来 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 那都是厄运 可想走吗 墨无忌手中的天机棍 再次卷起树道棍影劈了下去 同时 石树道凭空惊雷直接扔了出去 接连十几道强大炸雷 在这真狐镜的退路上炸开 这真狐镜修士如果还要继续退走 那就必然被墨无忌的炸雷哄成重伤 这真狐镜修士没想到 墨无忌会如此的阴险 实力并不比他差 还在战斗中采用卑鄙的算计手段 越是这种人危险就越大 如果只是越级挑战那也罢了 可是一个能越级挑战的修士还非常阴险的话 那种威胁将扩大十倍不止 这真狐镜修士愈发想要尽快退走 对付眼前这个阴险的元丹修士 只有真狐后期甚至是虚神静强者才行 他一个真狐二层的修士最多只能全身而退 好在这真狐镜修士在知道了墨无忌的阴险之后 早就猜到他退后不会很简单 他仍还没有退后 长刀已然带起了两道刀芒直接卷了过去 果然长刀挡住了天机棍 再次炸开了漫天元力 尽管自己的修为比墨无忌更加强大 也挡住了墨无忌的第二次算计 这真狐镜修士却是越大越害怕 他不知道墨无忌的第三次算计 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他最厌恶的就是这种阴险无比的答法 有本事堂堂正正的答呀 不对啊 好像刚才就是堂堂正正答的 是他自己要逃的 真狐镜修士心中一沉 他知道自己失去了先机 绝对不应该逃走 就算是要逃 也必须占据了上风再逃 无论你如何算计 这次我不逃了 我就凭借真实的能力和你一战 这真狐镜修士打定了主意 长刀带出大片的刀芒 他决定盯紧墨无忌正面战斗 他相信墨无忌哪怕是再逃天 也不可能压制得住他 可是当这真狐镜修士的长刀 带起了强大的原力刀芒之后 他呆住了 刚才还在暗算他的墨无忌 居然不见了 不好 这是隐匿伐计 在战斗中要破具隐匿伐计非常简单 用原力刀即可 这真狐镜修士心中大悔 他之前不应该随便逃走的 因为他想逃 所以收了原力刀 否则的话 就算是对方不惧他的原力刀 在原力刀之下 也无法使用隐匿手段 根本就不等他的原力刀再次伸展出来 一道恐怖的气息 已经洗至他的右腰 这真狐镜修士心头一松 总算是出现了 还好自己的实力远朝对方 但下一刻他就知道 自己轻松得太早 那一道恐怖气息 尚未急指他的右腰 或者说他刚刚想 躲避这道气息的时候 一道剧烈的爆炸 出现在了他的丹田位置 又是雷 这真狐镜修士心中狂怒 他感觉到自己的原力 疯狂地流逝 然后慢慢地消散 可这种人战斗太累了 时时刻刻要担心着算计 刚才他的右腰的恐怖气息 又是假的 如果还有机会再来一次 他宁可和一个真狐后期大战 也不想和这卑鄙的 原丹靖修士战斗 而就在此时 一根铁棍滑破空间 直接轰在了他的头顶 哪怕对方重创 莫无忌也不想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吐的一声 血光飞溅 莫无忌收起了隐匿阵盘 身形也在此时出现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